一个负责任的地产代理在楼市的角色其实是市场证人 我们应该讲真话,将见到的市场实况与公众分享 无论楼价上升或者下调,我都会预测,指示楼价在过去十年的而且确是十级以上 所以不者才吸引人以畅好不畅淡的印象 当不者觉得楼市在谷底或者是短期假跌势的话 会正值不打去建议消费者去把握时机 也当市到好的时候,希望市民面对供应不足的事实 因而用力去支持政府做地 但不少人的反应往往都不正常 他们不支持政府做地,并以反对政府为乐 使得不少草根成为供应短缺的受害者 每次正史的时候,一些人宁愿相信过去几十年被美国主宰的市场调整 例如展阳无语宿表等手段抽走资金而令到投资市场爆煲 宁愿接受这种剥削式的市场秩序 不过,每次市道正的时候都有一些实事求是的人 他们往往能掌握机会入市 除了独具市场为眼之外 也有一定程度不相信美国所谓的加息及宿表的摧毁性 甚至一定程度相信中国经济是日益走向稳健的 要不是有这种信念 他们断不会作这摩大的投资 香港也有很多错的环保意识 甚至乎有一派是认为禁止开发资源就是环保 其实这是一个笑话 环保本身就是一种资源管理 一个城市里面是应该将高环保价值留下 保养 甚至乎在一些地方去增加需要环保的种类 而令一些环保价值较低的地方就应该用来发展 新加坡就是一个好的例子 新加坡绿化地只有35% 有65%是已经做了发展的 而香港在这方面刚好到转 即是说新加坡开发绿化地还比我们高 分别在于新加坡深信发展也能注重环保 这正正是他们正确的价值观念 令到新加坡发展得到的更多土地 田海远比香港更多的新加坡 人们都会觉得远比香港环保哦 在香港最蠢的环保道理就是将低环保价值的地都不作发展 有一些所谓绿化地根本不会有人行的 例如公路边的山脚 是不会有行山远足的价值的 而偏偏这些地是最有价值的开发土地 因为这些地是近水 近电 亦近路 香港土地问题严重 需要大量增加土地供应 市民应该支持政府开发土地 城市民民连全面ya 城市民里面 也取接很高价值的地 这个地图 并柱 但是 örung